先寫那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先跟他講說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幫我把這一個 E 藍跟 F 藍清空就可以了 那寫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當然先切到 Video Basic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們錄製劇集 我前面講過 這個是錄製的部分 是 Module 1 那模組下面你就按右鍵 先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名稱的話 當然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叫 Module 2 然後我們就把程式 記得寫在 Module 2 裡面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怎麼清除 其實前面寫過 就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 因為我要清的範圍是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當然你可以按 Ctrl 向下 不過現在是 3 1 2 7 不過我不建議你直接用 3 1 2 7 前面講過就是 如果你這邊改成 3 1 2 7 那將來如果資料量變多的話 它就不會變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用追蹤的 這個前面有寫過 從 Range A1 向下追蹤 所以你可以Range A1 點 EMD EMD的話是 請你幫我追蹤一下 從 A1 向下追蹤的方向 刮鬍的話是 XL 檔 向下追蹤 追蹤到的那個列 是哪一列 你告訴我一下 把那個列 資訊 幫我抓回來 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 如果寫完這一行的話 得到的就是 3 1 2 7 OK 那如果要清空 E 欄跟 F 欄的話 很簡單 就 Sales 的 I 列的 E 欄 等於空的 然後呢 Sales I 列的 F 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貼下來 直接就把 F 欄也清空 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 這兩欄呢 就通通幫我把它清掉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把什麼呢 把那個 清除的這個 VBA 其實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這邊改成 這個 入階到底線公式 這個寫法有點跟之前蠻像的 然後呢 我只需要什麼 把清除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它補上什麼 補上公式就可以了 那至於補的方法 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快速做一遍 第一個我們可以拿這個前面這個 這個坦挫C 取消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裡面 剛好裡面呢 它沒有那個雙引號 所以直接貼就可以 然後呢 這邊2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 雙引號 雙引號 一到中間 andand 一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 然後and 前後加空白 好 那這個部分 就完成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 下一個公式 比較長 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這個公式 那可以怎麼樣 把它複製 再怎麼樣 取消 記得喔 再按取消一下 那貼的話呢 上個禮拜有做過啦 其實已經算蠻複雜的 所以 建議一定要用什麼 這個 我的習慣還是用 這個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 記事本 把它貼上 那一樣取代 取代的方法前面講過啦 所以我大家快速做一下 第一個喔 這個格式 其實把它自動換 把它換行一下 不然它會 跑到最右邊去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取代什麼 一個變兩個 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好 全部取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改成I 改的方法 還記得吧 這個雙引號 其實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做 and and 一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這邊一樣 控一下 那你可以直接拿這個 拿這個 這個g2 把它取代成這個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 一般是選起來 取代 這邊 選起來取代 然後把g2 取代成g的 這個g到 後雙引號的地方 這樣子 第二個 第二招 這樣子 因為這個 裡面g2實在太多了 如果你要一個一個改 太浪費時間了 那 如果用取代的話 第一個效率高了 第二個 基本上 比較不容易出錯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了 好 那就全部一次就做完了 不過還是要特別小心一下 可能看 做完取代之後 還是稍微再看一下 好 那把這一串公司 直接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直接就貼到 這個雙引號裡面 OK 如果你貼上之後 移開 假如沒有看到那個 紅色字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就沒有錯了 那再來就是做兩個按鈕 我們清除 這剛剛清過了 然後按下這個 輸出公式 OK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那就完成的那個 清除跟輸出公式 這兩個按鈕 這個是VBA寫的 那再來的話 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 入接到 這個 那怎麼樣可以 把剛剛的邏輯 全部轉換成VBA 不過這個相對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裡面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基本上的話 主要是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這一串公式的邏輯 改成VBA 那你想說呢 那改VBA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覺得主要好處 第一個 你會發現呢 這一串公式 它只能寫一行 可是VBA的話可以寫多行 那寫的方法呢 怎麼寫比較簡單 第一個當然 你可以把這一個段 Sub到EndSub 複字貼過來 貼到這裡來 所以我把這邊 把它直接重新再來過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 我們要的結果 那改的方法特別注意 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這個相對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剛剛的這部分先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看那個VBA部分的話 我們就14號的 我們還沒有切齁 那我們下一次再來看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 今天的這個VBA部分 講完之外 然後還有就是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部分 講完 那再來的話呢 就請各位 再這個 花一點時間 想一想 開放資料裡面 部分呢 比較有興趣的 除了住宅切單件之外 你可以到那個 台北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央政府也好 其實有一堆的開放資料 當然 可能要花一些時間去找 你比較有興趣的 相關題材 然後呢 試著利用Excel的函數 產生你要的這個 資料結果 也就是如果你要做 統計分析之前 一定要有對應的那些欄位存在 如果你沒有那個對應的欄位存在的話 那你是沒有辦法 這個 做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喔 這個清明連假這幾天 請各位回去想想看 你想要這個做哪方面的這個 這個應用 所以回去稍微花點時間找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我們在下下禮拜 上課把這部分講完 所以喔 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其中報告部分 繳交的時間 會是希望你們在4月19號 4月19號 繳交一個其中報告 也就把我們目前交的這個部分 做個總結啦 OK 那後面當然還有其他 再更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有點細心準備喔